罗马书第十章 弟兄们 我心里所渴望的和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为他们作证 他们对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因为不明白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他们就不服神的义了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着义 论到出于律法的义 摩西写着 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此得生 但出于信的义却如此说 你不要心里说 谁要升到天上去呢 就是说把基督领下来 或说谁要下到阴间去呢 就是说把基督从死人中领上来 他到底怎么说呢 这话语就离你近 就在你口中 在你心里 就是说我们传扬所信的话语 你若口里宣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 救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宣认就可以得救 经上说 凡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 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人人都有同一位主 他也后代求告他的每一个人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告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到的 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到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教宗何等加美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听从福音 因为以赛亚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可见信道 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 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但我要问 人没有听见吗 当然听见了 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 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我再问 以色列人不知道吗 先有摩西说 我要以不成国的 激起你们极度 我要以鱼丸的国 惹起你们发怒 又有以赛亚放胆说 没有寻找我的 我要让他们寻见 没有求问我的 我要向他们显现 关于以色列人 他说 我整天 我整天向那悖逆顶嘴的 百姓招手 我认为 我们要用来认识 我们要用来认识 我来认识 我来认识 你 我来认识 我来认识 我来认识